位于亚洲新湾区的公办第70期市地重化工程 上午隆壮举行动土典礼 由高雄市代理市长许立明主持 这第70期的重化区占地约8公顷 其中有8城市中石化的土地 未来将发展金融、展览中心等产业腹地 渴望带动住宅及商业成长 第70期市地重化工程动土仪式 在热闹的武师古镇中展开 为典礼送上庆贺及祝福 代理市长许立明亲自主持动土仪式 现场还有来自各界的贵宾和在地乡亲共同参与 希望建政市府用心翻转产业 带动经济发展的努力 高雄市政府希望跟我们所有的民间朋友 跟我们所有市民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来克服这个重工业的都市所留下来 不管是污染或者是公安等等的伤痕 把美丽建设的成果留给我们高雄市民 许立明表示 第70期重化区坐落在亚洲新湾区范围内 占地约8公顷 其中有超过8城为中石化土地 市府透过都市计划变更为特定经贸核心专用区 可无偿取得道路、公园、绿地、儿童游乐场等 公共设施用地2.8公顷 并且提供5.2公顷 经贸核心专用区土地 作为未来发展金融、展览中心等产业腹地 带动住宅及商业成长 我们用公办的方式 而不是土地重化 由自办的方式来进行 一方面我们可以为高雄市民取得 我们开辟公共设施所需要的用地跟经费 二方面我们可以让地主拥有的土地 它其实未来拥有更好开发的品项 第三这整个开发的成果 就是留给我们所有的高雄市民 这个绿地开辟完成以后 对于这个周遭环境的一个利益空间的补足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对提高整个地区的一个居住环境品质 地震局表示 亚洲新湾区目前已经完工的重化区 有60期、65期、79期、80期和83期 等5个市地重化区 而一旁的205兵工厂区段征收计划书 已经在今年8月10日公告期满 现在正办理开发作业 随着重化完成 陆续释放出经济产业腹地 将促进土地有效利用 有助于招商引资 达成市府开发地利市民共享的政策主张 港多新闻综合报道